明朝那些人 天还没亮 猪虫八就要早早起来了 他清扫好佛殿和院子 擦拭好佛祖的金身 开始往大殿的油灯里添加灯油 突然他发现佛像面前的蜡烛被老鼠啃了 正在他准备换一只的时候 就被寺里其他和尚给发现了 这和尚打报告告到方丈那里去了 结果朱崇八朱元璋因此被痛打一顿 他心里那个委屈 可是他又能怎么办呢 今天我们继续请到的是年轻历史研究者 畅销书《明朝那些事》的作者 当年明月 明月你好 主持人你好 当年明月青年历史研究者 畅销书《明朝那些事》的作者 看来黄爵寺里面的和尚对待朱元璋 他的态度好像比地主刘德也好不到哪去 你说黄爵寺里面这么受气 他没想到吧 当然是没有想到了 朱元璋 朱崇八 他惊奇地发现 那个地方的和尚除了不长头发之外 那是跟刘德没有什么两样的 有的时候比刘德的行为还要恶劣 因为他们不是把朱元璋当成是同事 当成是新和尚 他把他当成是长公 长公啊 到了佛寺里面不是要去念经吃斋修养身心吗 朱崇八先生是没有这个待遇的 等待他的就是去做那些杂事 你是什么人 让你念经 难不成这也是一种修行方式 这样吧 如果你认为 在寺里面做一个扫地工 做一个仓库保管员 做一个添油工 做一个插佛像今生的人 这样算是修行的话 那我还是赞成你这个观点 因为朱崇八先生 当时在寺里面做的就是这些事情 那对于朱崇八来说 这是一种苦难的日子 苦难 非常苦难 他没有任何指望 不过不要紧 朱崇八本身已经是穷到头了 吃贫了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对 所以说这对他来说算不了什么 他只要能喝碗饭吃就行了 出家人不是都以慈悲为怀的吗 黄爵寺里面的和尚为什么就会对这个朱崇八这么刻薄呢 元代的和尚 除了没有头发 那是什么都有的啊 你可能不信 当时的和尚 有老婆 有孩子 有田产 嗯 就他除了老的是光的 什么都不光 有一本叫草木吉里面 嗯 曾经计数过 那死怪不得那个时候呢 人们要没出路就去当和尚 那饭都是白吃的 好像据说还可以去做生意啊 对啊 哎 还可以开当铺 又喝啊 但是这个地方 对于朱崇八来说 并不是什么好地方 嗯 因为人家挣的钱不给他 对 人家的老婆不是他的老婆 他想干什么都干不了 嗯 他在那里不是和尚 他是杂役 也就是说 他是伺候这些大和尚的保姆和尚 可以这样讲 他就是一个出气筒 哎呦 当时词料记载 嗯 很多和尚欺负他的 每天嗯 他去打扫寺庙 嗯 然后去擦地板 嗯 和尚回家抱老婆 对 吃饭 对啊 想服去了 嗯 他呢 他在那儿受苦 嗯 欺负他了 对 忍着 嗯 因为他要吃饭 是 所以人在屋檐下啊 怎能不低头啊 为了吃饱饭 那这个应该对于他来说是第一要素 哎 算了 这样过吧 但是呢 他心里面也有气啊 呃 他曾经用过一支笔呢 在佛像背后写过一句话叫发配三千里 可见呢 他已经实在被压迫到极点了 只能拿佛像来出气了 没错 对不对 用这种方法来排遣自己的心中的郁闷和调解心态 哎呦 我这不是做好人好事啊 我是在体验朱元璋当时干过的活 那么黄学寺呢 现在呢已经呃 没有什么建筑存在了 只留下了这口井 专家说从这口井的体量大小就可以推断出来 当时的寺庙的规模是不小的啊 有很多间的佛堂 那你想想 朱元璋一个小孩小行童 他要打扫那么多的佛堂 干那么多的活 然后呢 每天还吃着那些大和尚的残羹圣饭 于是呢 他心里面的总会有点气 那据说啊 当时这个寺庙内的嘉兰天尊佛像把他给办了一个跟头 他起身啊 拿起扫帚来 就把这佛像给揍了一顿 从此呢 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朱元璋当时在黄爵寺里面其实也很不容易 没错 我们经常就说 所谓天将将大任于世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朱元璋受这么多苦 但他没有白受 因为正是在他做和尚的这段时间 他的命运开始改变 我们倒很想看看这次当和尚的经历使得他的人生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他入世之后 才五十多天 那黄爵寺突然有一天方丈就把大家找来了 对 说大家出去吧 我们养不活你们了 怎么着 黄爵寺要解散 或者是方丈就准备不要他了 激花 大家出去画园 西游记里边唐僧 对 不是拿一个纸巾做的那个叫什么饭碗 波 对 跟孙悟空说 悟空你去画园吧 对 用现在的话来说一下就是 悟空你去讨饭 当时朱虫八 运气背到了这种份上了 对 父母死了 进寺庙被人欺负 无所谓 有饭吃就行 对 谁的饭都没得吃了 那么是不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起 就要进入他的乞丐生涯了 乞丐生活就此开始 哎 他的乞丐的生活顺利不顺利 哎呀 你要说真是 这人背啊 真是背到极点 这哥们就连去讨饭 那都是很惨的 啊 他当时有一个讨饭地界 嗯 大家分配去讨饭 你讨哪 他讨哪 是吧 这有个地方呢 你说去江苏 嗯 啊 当时叫兰直立 这个有钱地方讨饭 那还有活路 对 朱虫八去哪讨呢 嗯 就是现在的安徽 荷兰一带 这个地方本来就很穷啊 得了 人家给他画定片区的时候 也已经就欺负他了 对 有点地位的合照 到好地方去画园 给他呢 就来一个那种的老少边穷地区 对 你去画去吧 那是鸡都不生蛋的地方 你画什么东西啊 是 当然都鸡荒啊 嗯 我怎么可能把粮食给你吃呢 哎呦 没准我还跟你说的师傅啊 你行行好 你帮帮我吧 我哪有得余的饭给你呀 他面临的问题是人类最基本的问题 对 两个字饥饿 嗯 嗯 不要谈什么理想 嗯 不要谈什么 谈什么有什么志向 嗯 没有 对 能吃饱饭就行 再饿 嗯 再丢脸 再讨不到饭也要去讨饭没有人会主动给你 你只好上门一家一家去讨 敲开那扇门就可能的意味着你的尊严就完全没有了 失去所有的尊严 但是不敲门你就会饿死 嗯 很残酷啊很残酷 可以说每敲开一扇门对他都是一种巨大的考验 我们大家都知道乞丐来的连狗见到都会追着穷咬 不要说人了那都是白眼冷嘲热访 对 所以呢 朱崇巴在这个时候呢不仅是经受着饥饿身体上的考验 同时还有心理上的巨大磨炼 对 嗯 对于他而言 生存已经成为一种奢侈 嗯 啊 家里的亲人几乎全死光了 嗯 自己饿肚子 对 饿肚子不说 连那一点点可怜的尊严都没有了 嗯 没有任何人可怜他 嗯 只能说是用自己所剩唯一的一点点之尊去换碗饭吃 我们都知道啊 其实乞丐并不少 但是为什么朱元璋这个人 他偏偏就能从乞丐最终成为天子 因为他有一种别人没有的禀父 嗯 叫坚强 很坚强 嗯 因为他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了 到了这种地步 也就够了 嗯 无所畏惧 而且他还有个优点啊 人家讨方也就是混个渡园 他不同啊 那您倒是说说他这个乞丐和别的乞丐有什么不同 是 他注意学习啊 嗯 所以我在这里提醒各位观众啊 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学习 学习改变命运啊 嗯 朱崇巴当乞丐的时候 学了很多东西的 嗯 啊 人文地理无所不包啊 我现在还搞不懂 他这种东西到底是怎么来的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哎 多收获点 试一点啊 用今天的话讲 嗯 这叫结合社会世界 对 你想一想 一个乞丐出去混江湖 嗯 他是最低层 所有人都是他的领导 嗯 给他饭吃的人 嗯 他遇到任何一个人 他都要尊重人家 嗯 就是这个人到到这段时间内啊 他学会了怎么跟人相处 哎 哎 怎么拉拢人 嗯 怎么让人家为他所用 对 怎么样搞好关系啊 这就叫夹缝中求生存 据说 就因为他这三年乞丐生涯当中所积累的知识 在他后来带兵打仗的过程当中啊 曾经起到过非常大的作用 怎么叫人才 这就是人才 你想谁讨饭你还能去关心那玩意儿是吧 对 跟你有啥关系啊 但是他就关心 不光是注重这个真正的食粮 人家也也要讲精神的食粮 注意信息收集 而且他建立了社会关系啊 嗯 原始古 哎 没错 将来能够帮他绝对不容 所以说他才能够成为后来的皇帝啊 对 朱元璋 朱聪八 现在就是原始古 对 你想一想 父母也死了 什么都没了 这已经股票跌到底点了 哎 这个时候 他要触底反弹了 对 因为一个人不可能一辈子都顺利 但是也不可能一辈子都倒霉啊 嗯 永远不可能的 您刚才说了一个非常恰当的词叫触底反弹 那么朱聪八 倒霉到这个地步的时候 他这个人生要出现转 还说啊 当朱元璋的讨饭到了卢州府的时候 肯定遇到过一个算命先生 朱元璋看他年老体弱 又背着很重的行李 于是呢 就上前的帮了他一把 这个老人感激之余 仔细端详了他一番 然后十分谨慎的告诉他 哎呦 我见过很多很多的人 但你这个面相 我是第一次看到 哎呀 你将来前程不可限量 一定要保重 此外呢 你此去万万不能走东南 你一定要往西北方向走 故事真假啊 我们不好说了 但是我必须讲 他确实是往西北方向走的 也就是今天的安徽地区和荷兰地区这一带 大家讨饭都往富的地方去 他就偏往穷的地方走 但是他确实是在那里迎来他人生的转机 因为就在那一个地方 他加入了一个很神秘的宗教 嗯 团体应该说这样 嗯 就是鼎鼎大名的名教 哎 说起这个名教的 有人认为的 他其实就是那个 我们大家所熟知的白连教 还有叫弥勒教的 对 很多人认为他们是同一种宗教 嗯 当然也有人认为不同 嗯 当时这三个教都存在啊 对 应该是属于社会不安定因素 对 就是说什么有弥勒佛教士 嗯 啊 要拯救大家 大致就是这么个意思 嗯 另外一种说法呢 就是什么呢 他没有入任何一个教 但是吸收了白连教当中的一些教义 对 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也算是听了个讲座吧 哎 对 那么 他加入这个宗教以后 他的人生是不是就已经出现转机 这个时候还不能看出什么转机 嗯 只能说他入了一个宗教 嗯 入了一个团体 嗯 认识了一帮人 嗯 这一帮人啊 个个都不是死牛的灯 嗯 如果说对当时的社会满意 谁进这教 是吧 对 我们今天说的这么热闹啊 说他将来如何如何如何 但是当时朱元璋朱崇八 这只是说是他的一个人生经历而已 对 所以他就认识一群讨饭的 有啥用啊 问题是我明天还要去讨饭呢 嗯 嗯 我不可能说我入了你这个 我就翻黄成达了 只能说这个地方是埋下了一个伏笔而已 对 有一个著名的相声段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啊 这个我也听了 说他当时呢在这个讨饭的过程当中吃了谁少那些大杂烩的那个这个垃圾饭就又好吃 做了皇帝若干年以后 再想起来了到处找这个饭 大厨都做不出来 哎 不对 太难喝了 根本就不是这个味道 还是有乞丐能体会他的心就把那最差的饭 往进去 这一吃 对了 那么这种名为化园食为草饭的这样的生活呢 三年 三年之后 朱崇巴又回到了黄爵寺 那这个时候等待他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说来可能会让你失望 嗯 很多电视剧都是说 立即磨烂 啊 大字不改 嗯 回去之后飞黄腾达 嗯 问题是 不是啊 回去之后 仍然做他的长工 嗯 仍然做他的杂役 生活对他似乎没有任何变化 啊 这种平淡生活过了多长时间 真正的转机出现 四年后 一场灾烂 嗯 就改变了他的一切 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 黄河 水灾 灾民越来越多 那政府也兜不住了 当时呢 这个元朝政府呢 只是有一部分说修 是有一部分说不修 然后因此而争论不修 一种认为一定要修 不修完蛋了 哈哈 怎么办那么多灾民你往哪安置啊 嗯 另外一种 却认为不能修 这都受灾了 为什么不修呢 坦白的讲啊 嗯 这是一个很玄的事啊 嗯 主张修的未必是好人啊 嗯 主张不修的未必是坏人 嗯 当时元朝有一个著名的人 叫托托 嗯 啊 这个人就主张修 对 托托也是很有名的一位名臣 可以这样说 对 那么他呢曾经呢 是主修过宋史 对 那么这个人是主张修的 但是他就不知道啊 嗯 他的这种看似无私的行为 嗯 却真是相当于是给元朝埋了一个炸药包啊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他不了解实际情况啊 嗯 为什么有人反对呢 是因为当时元朝官员很腐败 嗯 大家知道 要想修和道 那要发动很多民工去修的 嗯 这么多人聚在一起 是很容易出事情的 而且当时的那些官僚体制烂透了 上面拨下的修和款嗯 到了民夫那里就没有剩下多少了 你想一想 一群拧不到修和款的民工 对 又是十几万人 你这不就是相当于是给他们打下一个造反的基础吗 对 在那个时候 他没有其他什么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血汗钱讨回来的 他只有造反 对 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元朝政府实际上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风险 是你又不能放任不管 那当然了 修和地是很苦的事情 对 很多人产生了怨恨情绪 嗯 在这些人当中 嗯 有两个人 嗯 一个人叫韩三童 嗯 另一个叫刘福通 哎呦 这两个人对后来的这个社会变迁呢 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因为他们两个人当 呃 当时应该讲就是白连教的领导人物 是啊 这两个人呢 利用封建迷信 先在土地里边埋下一个石人 然后呢 就在工地上传唱一个歌谣叫做石人一只眼啊 挑动黄河天下反 哎呦 这歌词编得还不错 唱归唱 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那些民工 嗯 等到工程进行到一个叫黄陵港的地方 这个石人哪真的被挖出来了 在石人背后一看 哎呦 果真 有这个歌谣所写的那些字 然后啊 韩山童 刘福通就站了出来 那么这次这个这个战争和朱崇巴朱元璋好像似乎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呢 真没有关系 嗯 他就是一个寺院里的长弓杂役 所以人家韩山童去造反部会说 朱兄一起来吧 哈哈 也没人理他 对 他当时还在寺庙里呢 嗯 到了起义爆发 然后蔓延 嗯 开始 蔓延到了黄爵寺附近的豪州 嗯 到这个时候 他的命运才真正开始改变 黄爵寺也就是过去的乌黄寺啊 后来呢是毁于战火 嗯 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很有规模的建筑呢 到现在还留下了很多的痕迹 在田间地头啊 到处都是一些残砖碎瓦 朱元璋呢后来回到了这里来的以后 为了感怀自己当年为生的这段经历 就把黄爵寺改旨重建 又命名为龙兴寺 如今我们只能透过现在的龙兴寺 一起寻找朱元璋曾经的影子 他是怎么样被牵扯到里面的 当时的豪州城附近有很多起义军 嗯 元朝派了一个将领叫彻里布花 嗯 去镇压起义军 嗯 但是这个人呢 嗯 这个人品不好啊 不厚道啊 对 他不去打起义军 打老百姓 嗯 确切的讲 他应该叫打劫老百姓 没错 生机发把财 跟谁打不是打 那大家只有跑了 朱元璋他是不是也得要跑 但是问题上没地方去啊 他只能躲在寺庙里 看样子他也不是真的就像某些书中所写那样 哎呀 富有那种革命反抗精神啊 流浪的三年经历 让他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很多的历练 那他这么现在怎么会变得这么胆小怕事 不是变啊 他本来就很胆小啊 嗯 就是我说 长久以来 对他就有这个误解 对 他觉得资源上胆子大 嗯 不大 一点都不大 嗯 怎么说还是什么人 我告诉你 嗯 他是一个真的很很胆小很缺弱的人 很他很明白革命 不是请客吃饭 嗯 啊 那是要拿东西去拼命的 嗯 抄起自家的锄头 嗯 然后跟着一群也没有统一武器的一帮人去面对官兵手里拿的刀 不是到到绝路上谁愿意干这事 连个队都站不好 跟着这帮人有什么前途 对 我混在寺庙里 好歹还能换饭吃 没人躲过去过两年出去还个书娶个老婆 那么究竟是什么事情改变了朱崇拔朱元璋的人生轨迹 后来让他义无反顾的走上这个造反道路的呢 是一封信 哎呦谁的信呢 咱们明天再说好不好 下次再聊 好今天非常感谢您 谢谢 朱元璋的日子过得可并不如意啊 先是在黄爵寺里窝囊的坐着保姆和尚 后来索性沦落成了乞丐 纵使这样 胆小的朱元璋 以只求在这乱世中苟且偷生 那么他的命运将会因为什么事情 而发生重大转折呢 咱们明天再说